Hello 大家好 一天眼睛 心情有保證 我是麗娜 你心向我的眼睛 今天這支影片非常隨興 突然之間很想拍影片 然後記錄下我現在這個狀態 然後我今天的心情 我很想要講國語 嗯 對 就是那麼任性的理由 在看影片之前 關防先按個like 留言 訂閱我 按下旁邊的鐘仔 開啟所有通知 這樣就perfect了 你們看到的封面應該也知道吧 我姨媽到 我基本上每個月都會有生理期 然後姨媽到 每次這個狀況 大概會維持 一到兩天 或者是兩到三天 但其實我想說 我這幾個月有比較好 因為對上一次姨媽到 好像是前個月吧 還是前前個月呢 反正就是上個月我沒有姨媽到 我到時候還非常的擔心 就是很怕自己懷孕了 但還好 就是這個月姨媽到了 就代表我沒有懷孕 太好了 因為我還沒有這個責任感 去準備養育一個小寶寶 完美示範 如何一臉震驚講乾話 哦 對了 忘記跟大家講 我的姨媽一點都不可怕 因為我姨媽倒是不會見學的 我也不用特地去借口 就是不用特地去借掉那些什麼 冰冷的飲料 或者食物 而且這樣子 我還省了一筆錢 不用特地去買衛生棉 但是如果有衛生棉的廠商 就是看到這支影片 然後想要找我盒子 我也是非常歡迎啦 我相信 我可以為你們的產品 帶來很好的成效 再一次示範 如何一臉震驚講乾話 嗯 剛剛我也有說到就是 我姨媽到不用特地去借口 所以我剛剛就是 用Foodpanda 然後叫了 糖水 就是所謂的甜點 因為我通常 姨媽到我都會吃一些 甜的東西 這樣子我就 不會太難受 要舒服一點 所以呢 我現在就在 等我的糖水 然後 大家有看到這個背景 非常熟悉嗎 對沒有錯 呃 我回到了 我自己的家 但是 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就想在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囉 那我們現在就 等我的甜點吧 我的甜點來了 我叫的這個 它的名字叫做 團團圓圓紫米露 我猜它應該是有湯圓吧 也不是 它裡面有很多的 我給大家看看 呃 拿不到 它裡面就是有很多的 芋圓啊 野果啊 紅豆啊 紫米啊 還有地瓜圓 睡覺 團團圓圓 呃 唉 好啦 反正隨便 能吃 好吃就好了 Let me try 阿福作師 我來拍個story OK 那我就 一邊 吃這個甜點 一邊跟大家講 我為什麼姨媽刀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懂了吧 我所說的姨媽刀就是 我心情不好 因為通常 女生在姨媽刀的時候 心情都會比較暴躁 然後比較容易不開心 所以我直接把這個 來做我 心情不好的一個代名詞 那為什麼我會心情不好呢 就是 我最近發現 這個世界有太多事情 會令到你覺得很無奈 其實很多事情都不是你控制範圍之內 而且 你要默默的去接受 但我最近 所以令到我 很無奈的 心情很不好的一個 原因就是 大家也知道 我從 1月份 我回來香港之後 我就 再也沒辦法回台灣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台灣沒有封關了 我也沒辦法回去 因為我的簽證過期了嘛 然後在這幾個月 就是公司也很努力的 幫我就是 就是再次申請我的 一人簽證 但就是不懂為什麼就是 被卡很久 不斷的被擋 然後我覺得很無奈 就會覺得 為什麼就不可以順順利利呢 而且 最近有幾個工作 都是從台灣那邊 就是邀請我 而且是需要我本人出席 然後我都是 因為我不知道我幾次才可以回去 然後也有一個工作 也是因為我不在台灣的 原因 而延期 甚至 如果最差的情況就是會取消 然後再加上 我最近聽了朋友的一些生活的分享 我也覺得 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事情都是很無奈 就是好像你明知道 你自己不喜歡這些事情 必不得已要你去做 你知道你不覺得很無奈嗎 我覺得很無奈耶 其實算是一個很小的事情啦 因為這個無奈感 我一早就已經有發生了 但是 也是那一句啦 姨媽到的時候 你就會把那個負能量的那個範圍 擴大 然後就會有點鑽牛角尖 然後就令到自己更加的不開心啊 想很多這樣子 就不然延伸出很多的問題 我這兩天就是這種的狀況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雖然是沒有什麼內容啦 但是也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是最真實的我嘛 然後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為什麼我又突然之間 回到我自己的家 因為我本來是住在 我姊姊的家嘛 如果沒有看看這支影片的話 就去看這支影片 我相信這支影片應該是在我日更的時候吧 因為我最近 我要準備開始日更 就是連續八天都出影片 那如果大家有看過 我在姊姊家的那支影片 都會看得出來就是 我在姊姊家 有時候要就是照顧一下延宅 然後還有狗狗的存在 然後就會令到我很分心 而且在我姊姊家 我沒有一個很固定工作的地方 啊 應該是說 沒有一個很適合我很專心工作的地方 就好像平常大家 看到我在姊姊家工作 我都是直接是坐在沙發 然後我就坐在沙發那裡剪片 但重點是 每次剪片的時候 影仔就可能會在旁邊 不斷跟我講話 或者是他直接會在我旁邊看電視 聞聞 就是那隻灰色的狗 就是跑過來找我 因為他是很會撒嬌的一隻狗 然後我正在用電腦的時候 他就會不斷填我的手 然後那個腳就會踩到我很多鍵盤 然後就令到我完全是 不可以很專心的工作 所以呢 當我決定了我要連續8天 日更 出影片的時候 我就決定 我真的要回來自己的家 好好的把這個挑戰做好 我再回去 就是這樣 你們覺得我非常的理性 雖然我正在姨媽道 但是我還是以工作優先 唉 好 前不講那麼多 我現在好好的 享受我的這個 Tone Soy 好我已經吃完我的 Tone Soy 我的甜點 其實心情有比較好一點 啦 因為通常我吃完甜的東西 我就會比較 人比較舒服一點 有人會懂這個感覺嗎 那我現在呢就 準備去洗個澡 然後我要準備我的日更 我要去剪片 對我先去洗澡吧 好 我已經洗完澡了 好熱喔 有人跟我一樣洗澡很喜歡洗那種 超熱的熱水澡 然後我現在要準備來敷個面膜 敷這個美白面膜好了 當自己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更加要對自己好 那我現在就敷著面膜剪片 因為我明天開始就要日更了 對今天是25號 但其實現在已經凌晨12點了 已經到了26號 我就是從26號開始日更 希望沒有什麼意外吧 希望我可以順順利利的把 發自影片都生出來 這是我給自己的一個挑戰 也是令到自己就是沒有 太多的時間去思考 這個那麼難的人生 好啦 我先剪片 我已經敷完這個面膜 然後它是超級的潤 雖然它是一個美白的面膜 好然後呢 我剛剛就是在滑IG的時候 我有發現 我有看到一個 窩粉的私訊 然後它就說 期待即將開始的8天 謝謝 特別開心會包括 我1號生日那一天 雖然我不知道我這支影片 會不會在1號上 但是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會在9月1號之前上 所以呢 我在這裡想要祝這個 Louis Cho生日快樂 而且我也知道9月1號 我還有一個好朋友 他有生日就是 就是人在台灣的彼得蓋瑞的 Garry 他也是9月1號生日 嗯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看這支影片 反正就是跟大家講 生日快樂 Garry 雖然我現在在香港 但 我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我當天也會發訊息跟你講的啦 好 那其實我今天這支影片就是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 我自己做了一些的方法 令到自己的心情比較好之後 姨媽好像差不多走了 欸 姨媽你走了嗎 沒有人回應我 那就應該是走了吧 有人回應你會覺得害怕 希望你下個月不要再來喔 謝謝 但其實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我每一次姨媽到 我都會允許自己就是用一兩天的時間 比較情緒化 然後比較不開心一點 因為我覺得 人每天開心也過得太快樂了 這樣子太不真實了 有時候也要就是 情緒低落一下 就是我覺得不開心就不開心啊 就是每必要就是 特地要讓自己開心 因為 人的情緒就是這樣子 有開心有不開心 然後有失望有 憤怒的時候 在這些情緒的到來 你就這樣面對它 你也不需要特地去逃避 或者把它收在心裡 就等於我現在 我不開心 我也會拍影片給大家看啊 但是呢 一兩天的時間 我就會很快的 想要把自己的情緒拉回來 就是不要再讓自己 沉醉在這個 富人量的氣氛之下 因為 未來的路還是很長的 我還是需要繼續走下去的 而且未來有更加多 不同的事情 需要我去面對 所以 之後有機會 再繼續姨媽道吧 現在 我該起來囉 我該醒來囉 我通常都是這樣子啊 所以大家 也可以 參考看看啊 你不要把自己的情緒隱藏起來 你就讓自己不開心 想哭就哭 想要封閉自己 就封閉自己 但是不要太久哦 那今天這支影片 雖然有點廢 沒什麼太大的內容 我也覺得 沒什麼好要大家 就是按讚留言分享的 如果你覺得 這支影片 你是覺得喜歡看的 你覺得OK的 那就按讚吧 那就留言給我吧 好 那就 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 做事被忽視 總就不停止 成為你心中 愛的樣子 委屈怎能解釋 流言就像獨自 想像這世界 不過如此 我只能選擇 最原始的方式 是不會再遞 我們後面 得到 兒子